跟我们所讲的 这一代佛教知识青年 所应该拥有的使命 不但如此 我们还要展开新的对话 我们要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那么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最重要的就是要沟通 沟通有领域内沟通 跟领域外沟通 有夸领域的沟通 那我们佛教现在 首先要进行的就是 领域内的沟通 宗教领域内的沟通 首先 我们每一个单位都要沟通 沟通的一个重点就是 聆听欣赏 接纳别人的意见 你能够聆听欣赏 你才能够包容别人 即使他不对 你都能够包容他 因为能够包容 所以世界才有可能太平 一个和谐的社会 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往后 这段时间 我们会先进行 跨宗教内的 跨宗教对话 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地方 要构建一个 这个富强 康乐的一个新时代 我相信佛教 带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 尤其 假如我们要建设一个 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那佛教更应该 承担这样的使命 在各个宗教领域里 展开和平对话 化解各种不同的旗见 这个在佛教来讲 它绝对有足够的资源可以进行 我简单的跟各位讲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五分钟再讲 我们下期再见